这个男人拿起比无前还大蝎子 一口咬一句 咳不脆 鸡肉味 刚走行步呢 又发现有食物在引诱他 立刻重复上前去 亲吻了起来 跟着德爷混 三天鹅鹅就顿 那跟着贝爷混 又会怎么样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家贝儿姐 在评论区啊 看到不少小伙伴 看完德爷想贝爷啊 嗯 这不就马上给你们安排上了吗 贝尔格里尔斯 也称贝爷 藏服役于英国第21空降特勤团 不仅登上过珠穆拉玛峰顶 还穿越过北阴阳 哦 他还是一名荒野赤膀 每次都能看到他吃各种各样的美食 现在呢 他指导大家如何在荒野上享受美食 这次贝爷要带大家来到非洲大草原求生 只带了小刀 大祸时睡狐和摄影族 他呢 要追求刺激 从高空中落地成河 趁着贝爷贯彻时 别忘了点赞关注贝儿姐啊 点赞关注越多 视频更新越快哦 贝爷帅气降落到非洲大草原 这里什么都不多 就是肉质动物端 他笑称自己是肉质链的最底端 希望不要被他们盯上 要不是贝儿姐知道啊 这摄影族人手一把狗杂 我差点就信了 现在是中午 天气炎热又干燥 最关键的是要找到水源 避免涂水啊 贝爷在小路上发现了狮子的脚印 看起来是刚刚留下的 这对于他来说 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毕竟 这狮子肉不好吃 除了狮子以外 大象也是这里常见的动物之一 贝爷看到这大象 感觉这加上摄影族 一起天天吃烤肉都吃不完啊 大象仿佛感受到了 贝爷深深的恶意 赶紧叫让全家老小逃离这里 贝爷看到这一幕 只能尴尬地笑笑 就离开了这里 他呢一直将远方的高峰 视为参照无前行 一路走过去都没有发现水源啊 他得登上高处 看看这四周的地形 啊这山看起来并不好爬啊 不过呢 对于贝爷来说 问题不大 沿着这条裂缝 就能够攀爬上去了 刚爬到山顶上 就有食物送上门了 有一条飞树的辣条晒太阳 这不拿去烧烤可太可惜了吧 不过呢 贝爷不想浪费时间处理 手要热我还是得找到水源啊 有个好消息 哎 就是下方有喝转 或许能有水喝 灯下去就是一颗芦荟 这是好东西啊 不仅能补充水分 还能味容 紧接着他又发现一个洞穴 非常适合休息啊 利用周围的树枝 阻挡住动物的入侵 贝爷不放心 还弄了把长毛放放身 这一觉醒来 这阳光都没有那么刺眼的呀 他得看看这河床 有没有水源 很可惜啊 只有一滩死水和乌龟 就算他有再多抗生素 也不敢品尝啊 幸运的是 他找到了新鲜的椰子 双手一用力 就甜甜的汁水流出来了 又想品尝一下的小伙伴吗 味道啊 保证让你满意 刚补充完水分 贝爷继续探索这片区域 在这里啊 非常容易让人迷路 这个时候呢 就要忙一下了 看没看到前方的树呢 一直盯着他走 准不会迷路的 至于走到哪儿 就得看缘分了 还好啊 贝爷这运气不错 来到新的区域 可以看到周围有不少植被和动物的痕迹 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找到了动物喝水的地方 贝爷看到不少动物来过的足迹 其中就有狮子的 附近很有可能 就有只狮子蹲在草丛哦 所以得抓紧时间 打水离开 除了动物的威胁以外 还得留意植物带来的威胁 像这种棺木 啊啊 这种棺木 如果不小心碰到 就会被缠住啊 贝爷这铁哈哈 还亲自给大家示范 这棺木要是能说话 肯定会说 捂得很大 你忍忍 贝爷花了不少时间 才挣脱了棺木的纠缠 眼看太阳 快要下班了 他得抓紧时间 继续赶路啊 夜晚赶路的好处 就是不用担心 暴晒导致脱水 不过嘛 这个时间 同样是他们的狩猎时间 得加倍小心 幸运的是 整晚都没有碰到动物的喜剂 贝爷这次熬夜 休闲变得更强 头发也有量了不少 这可把隔壁的得夜 尝哭了 现在得找点食物 品尝一下呀 最容易找到的 就是这些的 块头比无签还大不少呢 就是这 蛋白质 味道并不咋定啊 连贝爷都说难吃的食物 那可真的是不好吃了 他呢还发现 这里有不少粗盐啊 能够补充到不少能量 要是撒在肉上 那味道 想想多感人 贝爷得找到更高的地方 去寻找食物 费了不少 力气终于攀登上来了 这抬头一看 就发现有群秃鹰在空中排旋 紧接着就是犀牛徘徊 这不寻常的事 意味着有医保出现呀 贝爷小心翼绕过了去 原来是一匹死去的巴马 被他们分尸过半 很明显是被狮子所杀 虽然巴马已经发售 但这对贝爷来说 用来做刺身是再好不过呀 也就只有贝爷敢啃咬下去 毕竟抗生素是广告 这个男人刚刚才将斑马肉吃完 就看到远方的狮子 正所谓是拿人手短吃人嘴短 贝爷都不好意思给大家表演滑场了 他给大家稍微科普了一下 怎么面对狮子 看到狮子别想着跑 除非你有几只堂枪 我们能做的就是站直身子 用力鼓掌 即使吓不走它 也能走得有尊严点 停 哎 这狮子都算同贝爷的看法 科普完了又得继续探索这里了 现在最需要的还是水源 往绿色处前行更容易找到水源 这里的植被比刚刚更绿一点 贝贝都能在这里生存了 证明没有什么大型动物在 随着越往深处行走 越能感受到蚊子嗡嗡的响 有蚊子的地方必然是少不了水源的 总算能解决水的问题了 晚上呢就可以睡在树上 避免动物骚扰 面对蚊子 贝爷是一点都不慌 随手掀起鬼真草 这草点燃起来就能去搞蚊子了 效果比花露水还好呢 可谓是居家旅行驱蚊必备 就是这味有点上头啊 虽然昨天晚上这底下有火堆 但贝爷依旧被冻得是瑟瑟发抖 离开这里之前呀 别忘了把火堆信命 不给所长一点机会 贝爷沿着上流行走 发现河流和这里的河马 面对在这里吸水的河马 贝爷也只能选择绕路离开了 贝爷为了快速离开这里 最好的办法就是逆流而上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 终于来到了上面 前方虽然也是河流 但是他看到了上方的篮子和绳子 这应该就是当地人所留下的物品了 绳子的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能够支撑得住贝爷的折腾 盘登上去以后发现有房子在那 这就意味着 贝爷能够回去好好打吃鱼的了 这次贝爷将来到佛罗里达州的大沼泽 喜欢看荒野系列的小伙伴都知道 这沼泽环境非常的恶劣 但是食材异常丰富 这导致不少吃播都喜欢到这里挑战 听说查案点赞还能够得到什么奖励哦 贝爷在上宫介绍着各种美食 什么鳄鱼呀鲷鱼呀 甚至还能在这喝上王八汤呢 驾驶儿听着都饿啊 赶紧叫贝爷滚下去滚下去 别打扰他上班好吗 这次贝爷带的东西还是老四样啊 刀 水瓶 大伙食和摄影组 放夜望过去都是水 根本看不清水里有啥动物 他现在有点担心后背偷袭了呀 其实吧 贝爷觉得你不用担心 你的深深恶意 早就已经把他们吓怕了好吗 慎重其见 他还是折斗了树枝 当做踏路棍 必要是还能当做武器防身 在沼泽里面最容易迷失方向 最好的方法嘛 就是爬上高处查看地形 利用鞋带增加摩擦力 一蹦一跳的攀爬上去 贝爷看到远方有几棵 像松树的样子 反正是你小哥是没看出来啊 要是看错了 那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呀 虽然是现在有木棍探路 但是也有确保水里的安全了 这不嘛 贝爷就被地下的木头给绊倒了 和毛河差不多 都不知道里边是啥呀 突然之间 水里冒出了水泡 这个嘛 就很有可能是鳄鱼在水里呼吸 软绕路的贝爷 碰见都只能重新离开呀 为了避免踩到水里的鳄鱼 他只能不停地用木棍敲打 贝爷呢 终于来到了陆地上 这里是鳄鱼产单的地方 前面就有只鳄鱼妈妈躺在那 为了不打扰它生产 只能选择倒下这空中的树盖过去了 翘翘底下的鳄鱼啊 他可不想让鳄鱼饱餐一顿 然而事与愿违 树枝的承受不住压力 差点就让贝爷下去和鳄鱼吸水 还好贝爷这公二头鸡给力啊 换其他人早就支撑不住了好吗 太阳快要下班了 得抓紧时间搭建住所了 沼泽地形的好处嘛 就是到处都是木材 用来弄张床远离水面并不难 想要睡得好一点可以弄点椰子铺垫 再点上一团火 住所基本就完成了 在这里呢 除了要小心鳄鱼的出没 还得注意脚丫子的保养 避免得病 烘烤以后 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香味 贝爷都想要亲上去了 深夜小哥看到贝爷这一大早就开始脱裤子 还以为这节目总要发福利跟广大粉丝呢 没想到 好他只是想炫耀一下昨晚被太多妹子亲吻了 紧接着呢把昨儿的泡脚水过滤一下 装到了水壶中 水源到处都是 问题是早餐吃什么好啊 他呢想到一种蛋白质是牛肉四倍的美食 不过想得到它们就得看运气了 这种美食就是幼虫了 也就只有贝爷才能把鸡饭拉满活得这么多呀 更多的肉 它们味道酸 和一些纯粹的 而是一种生命 呃 噗 刚吃完营养丰富的早餐 贝爷呢又得寻找出路远离这里了 越往前面行走 这水位啊就是下降的越多 走了这么久终于来到了全新的地形 唯一的问题就是这片长草啊 这草的叶子可是非常锋利的 一不小心就会被割上了 但是只要掌握了秘诀嘛 嗯就能避免被割上了 贝爷这铁哈哈又给大家表演了这个叶子杀伤力 哈哈不会是贝爷哈 对自己真的很 当然啊正确的做法是要让衣服把自己保护好 要是身边有个木棍的更好了 可以把草丫就去行走起来更容易 在这种四周都是长草的环境里啊 得一直往一个方向前行 要不然就很容易会迷失在这里 目前看起来贝爷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要换成德爷来挑战这个草丛 本姐觉得以后肯定得叫他德妹 这草呢有一种好处就是能够流住水汽 贝爷穿越的时候还能够体会到透心良心飞扬 费了不少力气才挣脱离开了这片长草 眼前出现了一条河流 原本贝爷打算一路向西行走 可这这河里肯定有鳄鱼埋伏啊 还是得要路走了 没想到这刚掉头走 就看到有只鳄鱼呆在一边 贝爷觉得杀了他肯定会引起河里的鳄鱼注意 而且他一点都不喜欢吃鳄鱼肉 哈哈哈哈 要不是伯姐看你这一步伤回头 我真是差点吸了你这鬼话 贝爷呢沿着河流一路前行走了过去 终于找到了较为安全的地方 不仅离对面的距离比较近 而且水位也是相对于比较低的 要是想要安全度过的话 还是得花点时间观察 基本上只要一个小时内 没有鳄鱼的动静 才算是安全 贝爷当然得从心了 就这样沿一小哥陪着他在这里 晒了一个小时 要我说这直接游过去赶紧没问题 这围的鳄鱼早就被你的鳄鱼给吓走了呀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 他才安心的游泳过去 不许姐就好奇啊 这沿一小哥是用什么姿势陪贝爷过去的呢 虽然成功渡过了河流 但是这也让贝爷丧失了大量的体力 现在急需食物补充能量 他多么希望有落单的鳄鱼啊 诶 突然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啊 原来是瓜泰呀 像这么小的肉 甚至都不用拿去火烤 趁他没反应过来 就咔咔几下让他和舌头亲密接触 看看看看贝爷是一类幸福的表情 就知道有多好吃了 虽然这肉并不多 但是从心理上让贝爷得到了不少安慰 这要是能再来个十几二十只 就更好了 当然啊 瓜泰并没有那么常见 贝爷倒是发现 这里有条瘦道啊 这可是找到水和食物的高速公路 虽然有可能会偏离目标方向 但是他更想吃点食物先 诶 古人成不起我啊 果然在这里能够找到食物 这里有柚子树啊 这刚好在地上能熟透的柚子 补充不少的能量和水分 根据他的观察 这个很有可能是当地人种植的 而且呢 这里很适合用来搭建住所 贝爷要展示他的建筑技术 利用周围的材料快速搭建起来 最后再弄上一把火 简直比睡帐篷还舒服啊 经过了昨晚的休息以后 贝爷打算今天做到大餐 犒劳自己 啊 选定就是你了 甜甜圈儿贵 虽然把它缩进去 怎么都不肯出来 没关系 贝爷可是带针来的啊 对着这贵的头 狠狠地扎了下去 高端的食材 我们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将贵贵放到火上烤就行了 他怎么都没想到啊 这保护自己的壳会变成一个锅 将贵壳烤得能够轻易敲碎的时候 就能够好好品尝原生态的味道了 一只贵的精华 就在于头部的那点肉 能够让人整晚欲祸分尸 不能自答 声音小哥看到这一幕 今晚的离贝爷远点才行啊 现在贝爷有用不完的力量 往树林深处继续前行 很明显以前有人尝试在这里居住 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这里 一方面是环境并不合适 另一方面就是这里的动物不太友好 瞧瞧瞧瞧这熊的长印记 哪怕是贝爷也不敢上前挨熊大一长啊 一番赶路之后 贝爷这嘴啊还是有点馋了 想弄点零食吃吃 这小水潭里边有不少鱼儿在 利用树枝和衣服 就可以弄成一个简易渔网 放到水中慢慢的拉起来 当他反应过来时 已经被送到肚子里游泳了 贝爷刚填饱肚子没多久 就发现 嗯 这里有个溶坑 正所谓是吃饱了没事做 他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坑有多厉害 亲自调到坑里面 还不停挣扎越险越深 就在声音小哥 想把贝爷拉出来的时候 只见贝爷拿起棍子按下去 拼尽全身力气向上攀爬 撑了之后 全身死死贴在地上 匍匐千辛 这样就不用担心再次陷下去了 这事就苦了我们的声音小哥了 这一摄像头上全都是泥巴啊 虽然贝爷现在全身是泥巴 但是他告诉大家 逃离融空 非常高兴 还好 这里距离公路并不远 这下贝爷可以好好清理一番啦 这次贝爷来到奥尔卑斯山脉 常年被冰雪所覆盖 听闻这里生产糖果 各种口味应有尽有 营养价值啊 更是牛肉的四倍 他已经迫不及待 想下去摸嘴一发了 起飞 飞 在贝爷自由落体运动的时候 别忘了电餐馆主 不然你就会像贝爷一 咳咳 来了个开门红 虽然出场有点小失误 但是并不影响贝爷的帅气 他正站在一条冰河之上 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冰溪 一不小心就会踏击裂缝之中 这时候就得多多依靠身兵的工具啦 像江洛伞啊 就有很多绳子可以利用 贝爷严重怀疑 贝爷跳伞就是为了这些材料 贝爷将江洛伞装满了血 放到背后脱形 这样虽然看起来有点蠢 但是 这要是掉到裂缝之中 就能救自己一命啊 贝爷这铁憨憨 嗯 为了证明这做法是正确的 亲自跳了下去 想爬上去还是有点困难的啊 需要用绳子作为支撑点 制作此行为成功把他累得够强 还有个更不好的消息 就是在阳光照射下 冰雪会变得松软 每走一步都需要大量的能量支撑 正所谓服务 双置或不带行 前方的白云来势汹汹 看样子会有一场暴风雪来袭 他得抓紧时间搭建住所 嗯 在这里玩一个雪洞出来 在铺上降落伞 一个简单的住所就完成了 睡觉时 散发的能量让冰雪融化成水 真是个小结令鬼 昨晚差点就被暴风雪埋了 贝爷花了不少力气才出来 现在他得找点食物补充能量 不然就只能吃薯杯粮食了 吓得是人小哥瑟瑟发抖 在贝爷一方推倒之后 决定往东北方向前行啊 直觉告诉他 那里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在行走了一段时间之后 贝爷发现这比他头顶还绿的森林 那里有更充足的水源 食物和补充 知道啊 这森林就在不远处 这一下他也不着急了 声音小哥提醒贝爷 哎呀 这里有森林湖 小心掉下去呀 贝爷一天不高兴了 哼 你可是站在食物链顶端背后的男人 怕啥呀 现在他就要给摄影师小哥 省一个 先生活 确保自己自身安全 当贝爷看到这个河流的时候 他顿时 有点后悔啊 哎 好像真的有点冷 看着摄影小哥 没办法呀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这酸爽 贝爷还不忘给大家讲解 进去之后的感觉 要不是实在太冷 他还想多聊一会儿吧 接下来呢 就是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诶 实际证明啊 这真的是并不容易 一次不行就再来一次 上来之后 先别急着离开 先爬回到安全的地方 虽然现在已经逃离了河流 但是这全身湿透 让身体变得更加虚弱 接下来的关键呢 就是得把衣服全部脱光 哼哼 难怪你和她也媲美呢 本着总算明白了 半月刚浸泡完冰冷的河流 现在又让身体暖和起来 一边跑一边滑 很快就来到了森林地区了 她的肚子啊 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幸运的是 碰到了蚂蚁肠 蚂蚁虽然不能吃 但是蚂蚁卵可以啊 很可惜的是啊 这里并没有 要是蚂蚁能说话 肯定会说 我可能不是人 但你是真的狗 告别了蚂蚁巢穴之后 贝爷呢 只能找到一些植被 稍微补充一点能量了 看来只能向着森林深处 继续前行了 原本啊 他还想着一路狂奔下去 可是这里没有路了 唯一的办法 就是利用这个绳索过去 还好啊 这伸缩还是挺结实的 只有一些简单的防护措施 这个高度摔下去 怕是耶稣都留不住了 还好 贝爷稳住了身体 慢慢的爬到了对面峡谷 他现在不得不考虑一下 要不要回去找个新的声音小哥 更糟糕的是这片树林遭遇了血崩 行走起来是更加艰辛啊 还好幸运女神并没有抛弃他 有一只倒霉羊躺在那里了 虽然贝爷已经饿得不行了 但这肉实在是臭得不行 只能找点蛆虫补充一下能量 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吃的时候要把头去掉 毕竟这个头 看着一下胃口 特别好吃 光烤蛆虫肯定是添不饱肚子的 得用它换点食物 刚好这附近有一个结冰的湖 湖里肯定会有鱼等着他呀 幸好这个冰啊 并不算是太厚实啊 用木棍不停的敲击冰面 很快就弄出一个大洞了 贝爷来之前就准备好了捕鱼陷阱 只要这个鱼过来品尝去虫 自己就能够饱擦一顿了 最后呢 在洞口塞上树枝避免结冰 这陷阱不一定能够抓到鱼 还得看看附近有什么吃的啊 经过他四处勘察之后 发现头顶有大鸟盘旋 他们可不是闲着无聊啊 他们和贝爷一样 都是在寻找食物 肯定是想抓抓狐狸吃啊 毕竟贝爷眼前就有狐狸的足迹 嗯 他表示狐狸肉挺不错 就是有点骚 跟着狐狸的足迹满满前行 果然没走多远 就看到有狐狸在学生玩耍啊 贝爷刚刚想走过去 这狐狸不知道受什么刺激了 立刻逃离了 看来是他的恶意被感知到了 贝爷只能无奈的躺到了雪地上 哎 还是回去看看这不遇险境 有没有用吧 没想到真有不怕死的上钩啊 这贝爷早就饿得不行了 他不打算把鱼口来去了 直接一口含含含含咬下去 这画面实在太生猛了啊 贝爷吃饱之后 就得考虑今晚怎么睡了啊 这边有不少植被都能用来生活 他挑选了半坡的位置 刚好有不少树枕 稍微整理一下就能够使用了 再把活弄起来 这简直是麻的不行 在这么好的地方 得来一杯茶奖励自己啊 据说这个茶的维生素 C是橙汁的麻贝哦 这这味道 不咋地 经过一碗的调整 贝爷现在感觉已经好多了 但是现在气温有所回升 雪地变得异常松软 每一步走起来都特费力气 这样下去这不是办法啊 他要攀登上高处 看清周围的底型 贝爷在上方四处张望 依旧是没有发现 看来只能继续往下走了 下方雪地的情况会更糟糕哦 趁着现在休息制造两双雪鞋 只需要绳子和树枝就能搞定 哎 赶紧试试效果如何 现在爱情走起来就舒服太多了 贝爷成功走出了战区 可以回去好好休息了 最近啊 看到有人问 这为啥贝爷和德爷吃的皮蛋颜色不一样 可是他们都觉得难吃 不是只想说呀 但凡弄成两碗皮蛋 皮蛋瘦了之后 他们还敢说难吃吗 不过这黄皮蛋倒是没吃过啊 哎 有谁知道咋弄吗 贝爷这次来到了阿拉斯加 这里啊 不仅是风景优美 食物还新鲜美味 早上来这里体验一番了 所以啊 他带着摄影组一起过来度假 什么选才对 以往啊 贝爷都会选择跳伞到达目的地的 经过了上期的折磨之后 他这次让直升机放在了某个山头 机智的贝爷 这次带上了滑雪工具 好家伙 还真的是来度假的啊 可我没证据 从高空看下去 这糊涂简直就是滑雪爱好者的最爱啊 贝爷也不管背后的声音小哥能不能跟上了 化身快乐风男 在雪山上面面对疾风 贝爷这无缝意果然厉害啊 可惜这个快乐 嗯 并没有持续太久 下方都是岩石 并不适合滑雪 只能先告一段落了 现在啊 就是有点担心这个雪崩来袭 得抓紧时间往下方寻找事物 贝爷啊 也是财大气粗啊 这雪橇说不要就不要了 他呢 想过去冰河 就得沿着山脊走 一路走过去 除了白雪 还是白雪 天气也开始变得恶劣起来 情况不容乐观 贝爷心狠 嗯 把雪杖折成了两半 用来减速 接下来 就是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特别只想问 这库哪买的 这都不货啊 就是不知道 这里边情况怎么样了 这种快速下山 效果是挺不错的啊 就是有点费定 接下来的地形 并不轻松 一不小心就要摔倒 幸运的是 这冰河的尽头 就在不远的地方 但是 贝爷这次 没有带来绳索 只能尝试 走另一条街径了 这里呢 就像是少女神秘的洞穴 他小心翼翼的 慢慢翻走过去 生怕惊绕到他崩塌 还好啊 这个隧道是不长不短 贝爷就刚好合适 出了这个洞口 再变成了雪上地形了 赶紧拖下了 笨重的血血 寻找事物 这刚走没起步呢 海鸥感受到了贝爷 深深的恶意 率先发起了进攻 要不是手里没武器 他早就想烤鸟吃了 这鸟是吃不来了啊 只能往这山谷里边 前行看看有什么能吃的 这里最顶级的食材 就是熊了 到处都能看到 熊活动过后的痕迹 这样啊 让贝爷非常的兴奋 发出了嘎嘎嘎嘎的笑声 可问题就是 到处找都没看见熊 反而看到了另外一种顶级食材 熊辣蜜汁浆果 这下可以好好品尝一番啦 贝爷在丛林中发现了一条小溪 沿着走下去就能够找到出路了 然而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这还没有走多远呢 就碰到了大瀑布 一般人看到只能选择绕路走 可是贝爷呢 可是被称为被不饶的男人呢 现在就给大家表演如何爬下去 瀑布的冲击给贝爷带来了不少的压力 但是并不影响他的帅气 就是用种淡淡的油伤 现在这是全身湿透啊 他得赶紧搭建住所生活空间 看了看 也就这比较合适啊 周围的材料是非常的丰富 他打算弄个小盆子 将收集到的材料稍微处理一下 就变成了一个完美的住所 再给自己点上一个火区暖 就是不知道这明天能不能找到食物啊 经过了昨天的休息 被爷看去捣咕肚子跟饿了 沿着小溪一坐前行 终于看到了海岸线 这里有不少鱼能够捕获到 可以看到这里的水 到处都是美味的鱼肉 平时啊都生钓鱼的方法 这次他想用鱼叉抓鱼 顺手弄来了一段树枝 稍微修了一下就是完美的工具了 这想吃鱼嘛还是得费点功夫的 先将鱼赶往了咸水区 这里更容易抓到鱼 接下来就是等待他的靠近了 发起了重机 经过多次的尝试才能得到一条肥美的鱼 被爷早就饿得不行了 直接啃咬起来 不是得就好奇这鱼鳞不咬水吗 刚吃完一条非美的鱼 没想到这还有一条鱼啊 被爷解释 这只是一条被熊啃咬过的鱼 这熊啊很有可能还在附近徘徊 我觉得这个解释还是有点牵强啊 这个鱼应该是刀具组吃剩下的菜 对吧 丛林里边有不少食物都能够食用 细心一点就能够发现有浆果 甚至使植物的根部都是不可多得的美食 被爷呢还在附近寻找着海景套房 也不用担心野兽洗击 经过昨晚的休息之后 被爷感觉到惊喜了不少 海岸附近最多的就是这种叫淡菜的食物和海藻 刚好周围啊有不少容易点燃的材料使用 特别是这个枯树 这简直就是为了被爷而准备的呀 他告诉我们如何判断这个木材呀好不好啊 要是听到了嘶的声那就非常完美 为了能够将蛋菜彻底煮熟 被爷特意用海草盖住了 看起来就非常的吸引人 至于这味道嘛 连被爷都这么着口的食物 那肯定好吃呀 不然也不会差点就把自己的手给烫上了 他原本想就待在这里 一边等待救援 一边看看风景 就连老天爷都不想看他偷懒 让被爷制造的白眼根本升不起来 这也意味着低气压就在附近徘徊 不久啊就将会有一场大雨了 那他呢只能继续走上了干饭的道路 还好河队岸就有房子随在 只要看到对面的人自己也不用继续加班了 想一想就开心呢 感觉一碰一跳泡过去了 然而节目组觉得你还能继续加班 这是废弃的房子 被呀只能进去看看这有啥有用的东西啊 四周看看都没发现啥 不过嘛 这里看风景倒是非常舒服 等他有钱了一定要在这买套房子养老 这里没啥有用的 到外面看看有什么吧 刚走没起步就发现有艘废弃的船啊 这不是节目组安排的话 背姐我就直播去 被没有找到船桨 倒是觉得这隔壁铲子不错嘛 就这样他要征服那片星辰大海 越往前面滑 浮兵就变得越来越多 甚至有的都有小山一样高了 前面的浮兵已经阻挡了他的前行 更不幸的消息是小船漏水啊 不用问啊 肯定是岛居组的过 还好不远处就是陆地 唯一的办法就是游泳过去 背也怎么都没想到啊 这友谊的小船是说翻就翻 再一次去挨身石头 这比上次浸泡水得更加致命啊 这次可没有准备火啊 只能够通过运动让自己身体暖和点 现在也没有办法生火呀 这可把我们急死了啊 突然远方一艘船出现在了背也的眼前 啊 看来是节目组想早点下班啊 背也这下终于可以回去喝杯茶暖暖身了 这次背也将来到加州内华拉山脉 看到这一大片的树林 背也预感啊 这次能吃到不少美食 背也登场肯定是比较腐术化的呀 只见他走出飞机挂在上面 突然 趁着背也在空中跳舞时 别忘了点赞关注背也 背也精确地降落在了湖泊里边 瞬间全身湿透 现在呢 得将湿透的衣服统统脱掉 这刚开局就这么刺激嘛 又得当年那味儿了啊 哎 怎么不继续了 所以说嘛 还是得意坦荡荡啊 背也等衣服晒干期间 得判断一下这等一下前行的方向 像现在这晴空万里的时候 就有一个立根见影的方法了 随便拿根树枝插在地上 观察树枝的影子和它的变化 就能够判断出方向了 果然啊 够立根见影的啊 这衣服啊 现在干的是差不多了 带点泡澡水 路上补充水分 要不是这里的石头太硬 背也都想再先上次快速下山的快感了 虽然这地形并不好走 但是并不影响它的魅力啊 一番劳累之后 这里啊 刚好有雨水喝 这不得嘟嘟嘟喝起来 表面看起来这全部都是岩石 其实里边有不少宝贝 像这种岩石就能用来切个东西 可是它还没高兴太久 就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 眼前是陡峭的悬崖呀 要是绕过去得多花好几倍时间 江湖人生背不绕的背影 怎么可能会惧怕这个悬崖呢 什么安全做事都没有准备 直接开干 这角度看起来真的是让人毛骨纵然啊 还不忘记是如何下山 所以摄影小哥是怎么拍的呢 肉眼可见的斗啊 最后背也以一个帅气的姿势 顺利到达下方平地 这下子终于可以到树里里边搜所有什么东西吃了 首先得到的就是水源 至于干净不干净 就没人知道了啊 不想上吐下泄的话 那最好还是过滤一下的 最常见的就是在隔壁挖个洞 就能喝点土耳奶茶了 下山最快的办法就是跟着河流行走 贝爷看着周围有不少漂流木啊 这不就是让他弄梦乏吗 立刻就把这些木材收集起来了 他也不打算弄得多豪华 只要不散架能扶起来就行 贝爷这次没有带走降落伞 得到森林里面看看有什么能当绳子的 幸运的是这边还有很多的野葡萄藤 哪怕被也用力拉扯都被断啊 非常适合用来当绳子捆住木材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东西还能吃啊 就吃起来嘎嘎响 接下来就简单很多了 只需要将棚烂将木材捆绑在一起 紧接着就是激动人心的测试时间了 只见这个木材成功漂浮在来水上 贝爷要不停地踢脚调整方向前行 这木材没有散架 倒是这冰冷的河水要把他的骨头冻散了 更不幸的是 这这边河流变得更加湍急 贝爷这小事门怎么可能抵挡得住这河流的派打啊 他现在只能死死地抓住木材 快点回到岸上 木材已经承受不住压力散架了 贝爷赶紧丢弃木材往岸上走 天色见暗 他得抓点时间生火取暖啊 诱惑的感觉真好 这要是再来点肉就更好了 这事得到梦里才有机会实现了啊 昨晚呢 贝爷在岩壁下休息了一晚 虽然有火取暖 但是这整晚还是靠瑟瑟发抖才度过 面对这种情况 他也不敢着急啊 先来一杯热奶茶暖暖身子吧 果然啊果然 这无论到哪都少不了一杯奶茶 不过嘛他还是希望能够找到食物填饱肚子 临走之前还不忘将火熄灭 这好习惯可谓是让所上不在了啊 这边最常见的还是松针 饿得直接吃是完全没问题 仔细观察 你还会发现这树上还有大大的果实呢 贝爷拿起石头就是一顿梦杂 总会砸中一次的 得到的果肉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吃起来有一点蛋白质的味道都没有啊 他不得不找找牛肉吃吃啊 打开枯树寻找 很可惜这次什么任务都没找到 这破地方有什么吃都没有啊 只能继续往身下寻找食物了 我要放过烟喝牛吃的食物 就像藏在水里的辣条 肉虽然少了点 但是贝爷一点都不嫌弃 直接上责了 不知道的 这还以为他正是在吃蚯蚓呢 还有不少植物能够提供能量的 现在就算勉强填毛肚子 趁着现在还有点力气搭建猪色休息 周围啊有不少的松树可以利用 将它们弄成了一个圆锥形营地 在贝爷一番努力之后 这营地就完成了 看起来非常的不错 不知不觉有到了寻找食物的时间 这边有不少小兔子活动 虽然兔兔很可爱 但这柱子真的是太饿了 他也不想唤醒一小哥啊 他打算将这个木材打磨成头指棒 只要命中兔子保证把他打晕 经过了贝爷多次尝试之后 终于有只兔子当场包庇啊 贝爷看到他这么惨 实在跪不去 决定为他举办一场葬礼 找来了不少活龙 都以为实在用打火石生活 贝爷这次要给大家展示 什么叫做单身多年的收素 这很快底下就冒烟了 这火呢轻轻松松就完成了 现在要准备葬礼了 咸猫兔兔换身肉色紧身衣 看起来有点单捕啊 赶紧放在火上取取暖 暖着暖着这一股香味涌上心头 感动的泪水就从嘴角涌出了 他现在就有点担心 这熊大熊二过来蹭饭 小伙慢烤吃全身惊慌 就能开一趾了 再来一杯茶 简直没得不行 抬头还能看开心点 这样的生活 以后也得让儿子体验一下呀 昨晚兔兔的英勇就义 让贝爷整个人精神了不少 又得继续赶路逃离这里 这里有不少难以点心 听出咬人非常疼 到底有多疼 贝爷给我们做了个示范 看着都疼啊 所以呢 这贝爷吃东西 喜欢去头就这个原因 这片区域还有不少辣条多长着 可是一条都没找到 只有一些小果实 能勉强随随随牙缝 吃完还能用叶子刷牙 瞧瞧贝爷这牙齿 有多少动物都被他撕裂 这大梦以后怕是更凤利了 一路前行寻找出路 兜兜转转之后 他看到了湖河 这怕不是他一开始跳下去那个吧 他也没想那么多啊 冲下去好好凉快的一番 刚好看到对面有一条公路 只要到那儿 自己也就逃生成功了 如何轻松游到对面呢 这得需要一条质量好的裤子 一番操作之后 就能够得到一个救生衣了 这一下过去可就轻松不少啊 看到这儿 Burther估计也就得也没裤子完成了 这花费了不少力气 贝爷终于来到对岸 对于这次冒险啊 他可谓是相当满意 我看主要是那兔子的原因吧 贝爷感慨了一番之后 就得回去换套干脚的衣服了 看到有人好奇 这摄影小哥长得啥样 Burther其实也挺好奇的 所以啊 就特意找了一下 登登登登 没错没错 就是他了 大家觉得贝爷和声音小哥谁更强呢 别忘了在评论区留言呢 这次贝爷来到冰岛挑战 遍布的都是冰川和火山 他呀早就想体验一下 大自然的冰火两重天 和平时体验的有什么不同了 这里的资源肉眼可见的稀少 如意外 贝爷这次得开局恶三天了 他要向大家证明 挨饿他也是能行的 更少挑战自己的极限 贝爷依旧选择了 跳伞快速到达目的地 不得不说啊 每次跳伞就像扔了块翻树一样 即使在空中 贝爷也不忘思考 如何帅气的着地 想再多也没有用啊 这摔还是得摔的 贝爷刚下来就感觉 这衣服穿少了呀 冷的是瑟瑟发抖 得干净 往较为温暖的地方前行 这边啊 除了寒冷之外 还会常常碰见暴风雪 不仅会带走体温 还会阻挡前行的步伐 就连贝爷面对这种情况 也只能等待他离开了 还好 这次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 能够稍微缓口气 幸运的是 贝爷发现 这有一个雪洞啊 这里呢 能大大减少路程 接下来就又到了 他最喜欢的滑滑梯环节了 我爱你 一起说石洞 还不如说是隧道呢 这里看起来 随时都会碰塌的样子 贝爷赶紧溜着打架 不然这倒觉得 嗯 他这玩挺开心的呀 可以看到远方 有新的风暴 就要出现 唯一能做的 就是弄出一个雪洞保护自己了 贝爷有点后悔啊 没有带工具出来 只能像二哈一样 疯狂挖洞了 拿出能容两个人大小的洞 就差不多了 再弄个雪块 将这洞一封 嘿嘿嘿 孤难寡难 在这洞中 嗯 那不得把摄影机先关一下了 贝爷昨晚啊 这明显有一场大战 这憔悴不少嘛 趁着现在暴风雪 稍微弱了点 又得继续赶路 逃离这里了 接下来的路 到处都是冰沟 行走起来 必须非常小心 眼前的冰凤 就是他最担心碰到的 还好啊 沿着冰沟走 这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久去十八万之后 来到这个冰川的末端 终于看到有绿色的植被了 贝爷这刚刚性没多久啊 嗯 就没路可走了 绕路是不可能绕路的 对岸就有白夜冒出 证明那边温泉啊 他是宁可跳进水里 也不想绕路走 OK 扑通一声 就跳进了水里 愣得他是哇哇叫 现在全身湿透 得抓紧时间远离河流 现在生火取暖是来不及了呀 只能前往温泉处暖下山子了 看可这温泉在沸腾起来 这水温比较适合摄影小哥的呀 而自己呢 得找个温和点的地方 沿着河流一路往上走 上方的温度就差不多了 弄了个简单的澡堂 这下贝爷终于可以好好享受一方了 嗯 要是是你小哥 能下来测个背就更好了 现在衣服啊 也是干得差不多了 贝爷这肚子实在是有点饿 只能找点青草坑坑了 虽然没有什么营养价值 但是能把自己的胃吃称啊 就是这一点蛋白质的味道都没有 嗯 不幸福 让贝爷没想到的是啊 他是刚吃饱就受到了节目组的被刺 整整一只细洋洋啊 这早知道刚刚就不吃那草了 现在啊 真的是草了啊 到处都是宝贝 可惜现在是肚子 嗯 只能去弄点肉 跟眼球先来尝尝馅了 虽然这肉都是能够生吃的 但是这附近就有废水啊 遮不涮一下会变得更美味 贝爷利用鞋带将肉穿起了起来 不仅方便涮肉 还能增加点美味 先来一口饱浆洋洋 这表情 看这表情就知道有多美味了吧 接下来就是猪菜了 这个味道吃起来比餐馆的还要鲜美啊 经过淡白质的滋润之后 备爷有踏上了里程 问题就是这里的环境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天气变得越来越糟糕 完全没有躲避的地方 只能迎南而上 肉眼可见这风是真的很大了 还能冒险穿越河流到对岸 现在贝爷的样子就像台风天的现场记者 就插个麦了 为了能够确保自己的衣服不为湿透 他也只能选择把衣服脱掉 带着离开 还好啊 这贝爷下半身足够稳 摄影小哥也只能待在原地拍摄了 这镜头都已经看不清贝爷帅气的脸啊 他选择运动 让自己的身体暖起来 勉强熬过了风暴 不过也把他的身体这体力炸干了呀 急需食物和休息 幸运的是前方就有一片树林 刚走下来就发现有雷鸟的羽毛 这不就意味着有食物站在自己眼前了 他还发现了雷鸟行动的痕迹 立刻取出了万能鞋带制造陷阱 只要他出来觅神碰到陷阱 自己就能饱餐一顿了 这不是吧 这幼儿的美方 这还想抓吃的呢 不是这可不信啊 贝爷利用周围的材料 弄了一个简单的庇护所 再铺上点苔藓既能够防御还能暴暖 这边最常见的材料 就是白花束了 多收集一点准没错呀 还好这次打火时没有哦 今晚可以暖暖睡一觉了 经过一晚的休息 贝爷已经迫不及待 想看看现金有没有收获 不是吧 不是吧 这都能抓到 这确定不是道具组安排的吗 有羊有鸟啊 可真是下血本了 啥都不用说了 赶紧处理完拿去烤 一大早就能吃到肉 这简直实在太幸福了好吗 光吃肉当然不行啊 贝爷还在路上发现了一种当归之物 将周围泥土弄走就能够好好品尝一番 吃起来像鸡肉味 好家伙这都能是鸡肉味 实在强啊强 贝爷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地形 表面到处都是日欲悠悠的 底下呢有不少像这样的洞穴 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 大大影响了贝爷前进的步伐啊 做了这么久 他现在有点渴了 这边最容易得到水的地方 就是这种熔岩洞了 新人的话还能找到渗透岩石的水源 进去之前还得准备一下火把 还好他留了点羊的脂肪 能更让火把变得更亮 进到里边发现有不少碎石啊 证明这里边摊摊过 而水源就在不远处 喝起来嗯就像浓妃山泉甜甜的 离开了洞口之后 贝爷又迎来了新的危险 他还得面对疾风和沙子 地方实在太强了 贝爷选择战略性撤退 躲在一个小坑里边 这个风啊稍微弱了一点点 又得继续在强风中前行了 还好前方不远处 就是这次挑战的终点 原本啊 他还以为是会三天恶酒论的 没想到这又是羊肉又是鸟肉 这次挑战嘛 海蟹非常满意的 贝爷这次来到了偏僻的苏格兰高地 寻找美食 上次的喜洋羊 吃的海鲜比较满意 有点期待 倒计组的准备了 呃不是不是 是大自然的馈藏才对 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 只要能跳伞 贝爷必定就是全场最帅的仔 降落在高地的某个位置上 周围啊 全都是被大雾所笼罩 贝爷根本无法看清周围的情况 它只能选定一个方向前行 只能依靠石头上的冰块 确定方向 虽然现在的风非常的 但是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越往前面行走 这风力越强 这也意味着 山谷很有可能就在前面 现在还有一个 个人担心的问题 那就是雪崩了 贝爷散停前行的步伐 下来制造雪崩坑测试 将周围的雪挖出 弄成了一个方块 只要不轻易弄散 就不用担心会雪崩 这奇怪的知识 哎 贝尔姐学会了 你们呢 被寒风一番摧残之后 贝爷终于看到了新的地形 到处都是被雪覆盖的石头 一看就知道啊 这吃啥啥没有 更加不用说什么休息的地方了 如此恶劣的环境 就连贝爷都差点摔倒了 他只能通过不停的运动 让身体稍微暖和一点 得抓紧时间 到达山下 不然就要错过寻找食物的时间了 还好已经熬过了锋利强的地方 来到了一条小溪处 一般来说呀 是跟着小溪走 很快就能够到达山下的 距离天黑的时间 已经不足一个小时了 但是 贝爷遇到了一个小小的困难 前面已经没路走了 江湖人称 被不绕的贝爷 看到这个山壁 也只能选择放弃 寻找其他出路啊 不得不说是绕路 还是有好处的 你看 这不就是有只倒霉鹿出现了 如果这不是道具组安排的话 那你只能说 您的不幸是贝爷的美味 只可惜 这鹿已经躺了不少天 浑身散发着恶透 贝爷在上下摸索一份之后 还发现 这还是只公路啊 有点失望 不过嘛 这生活还是得继续 鹿皮将是他这次的目标 所以说 只要让贝爷盯上 总是 要少点东西才行 哗哗几下 一件针一大衣就出来了 今天晚上 就能闻着肉丸睡了 幸好 父亲有藏身的地方 想要睡得好一点 那还得让自己 叠顶帽子 没错 没错 就是你们想的那顶 将自己的毛衣 割下了一件袖子 头上一戴 谁也不爱 然而 到了半夜 贝爷的膀胱都快炸了呀 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对着了瓶口发泄 就这样 解决了人生大事 哎 还多了个热水瓶 一大早起来 贝爷就好好的清洗了瓶子 他打算沿着溪流行走 希望能够远离这些讨厌的迷雾 不知道走了多久 贝爷才走出了迷雾 眼前就是一片巨大的山谷 走就已经饿得不行 山谷里面 或许还有不少美味的食物 下山的路啊 并不好走 刚刚还有雪地 能够稍微保护一下 现在都是碎石地 大部分啊 还比较松软 但是 贝爷一点都不松啊 立刻跑了起来 不然姐姑姐 这背后的摄影小哥 现在正拿着贝爷 户口本问好了 还别说啊 这样下山的确是要 快上不少 贝爷已经一天 没有吃过东西了 在他赶路的时候 发现这岩石上的苔藓 难道已经连苔藓 都不放过了吗 原来啊 贝爷只是在盼的方向而已 看来这个苔藓 是真的不好吃 不然也不会存活下来了 他的远方亲自 可就没有那么细命了啊 这红红的植物 叫做水苔 能够净化一丢丢的水质 贝爷将它们收集到了一起 双手一用力 这水哗哗哗的被水出来了 这附近还有一个特色的地形泥沼 一不小心掉下去 就会深陷其中 普通人看到都会绕路走 而贝爷一高人胆大 要亲身指导大家如何脱困 为了避免衣服湿透 他还是决定就剩条短裤就行了 要不你还是脱了吧 主要还是怕你没干的穿啊 不动一声 瞬间变成了一个小女人 他感觉自己就在东京湾游泳一样 面对这种情况 不要慌 先整理一下头发 紧接着往结实的土地方向前去 用尽全身力量向上挣扎 这样就能够逃离泥沼 就是整个人 都会变得臭红红的 赶紧 这只能用台湾线把泥板除了一下了 贝爷也管不了那么多呀 赶紧穿上衣服保暖要紧 一番清理之后 贝爷来到了古树林处 这里有一条湍急的河流 里面有不少鲜鱼躲在水里 捕获难度嘛 有点高 赶紧边有不少蘑菇 贝爷告诫我们别乱吃 有句话说的好呀 红散酸 白杆干 一吃完一气 烫板板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装点水喝了 喝水的时候 哎 意外发现有兔子痕迹啊 走进树林里 这果然发现不少兔子窝 这让贝爷食于大阵 这不得弄个十几二十个陷阱 庆祝一下 只需要绳子弄成一个套锁 然后在洞口附近放上陷阱 这次依旧不用诱饵 全看缘分 陷阱补捕捉完后 就得准备睡觉的地方 周围的材料非常丰富 将材料慢慢补充到 这倒下的树枝上 一个简单的注色就完成了 这是燃料嘛 那就更简单了呀 随瘦可见枯死的花木 就非常适合 主要还是个树皮比较有用 贝爷还搭建了一个 专门放火堆的平台 能够将热量最大化利用 大伙是咔咔急下去 就将这火搞定了 这简直比快枪时候还快好嘛 就是啊 这现在有点肉拿去烤烤 就更好了 现在只能泡杯松枕茶 安慰一下自己咕咕嚼的肚子了 这还是贝爷第一次 看到贝爷两天没吃东西啊 不知道明天能不能 跟得上得爷的步伐呢 一大早起来 贝爷第一时间就去查看 现金怎么样啊 不得不说啊 像贝爷三天饿久度的难度 还是有点高的 一只肥瘦的兔子 在一番按摩之后 决定用自己的身体 抱大贝爷 听到这儿 他的嘴角不争气的 掉落下了幸福的泪水 这么大兔子得怎么烹饪呢 啊不用问 问就是拿去烧烤 兔子脱掉衣服以后 这鸡肉馅条果然好看 不是好啊 现在只需要将它 放在大火上烘烤半小时 就能吃了 这肉啊 吃起来有兔味 好家伙 难不成你还想吃鸡肉味吗 瞧瞧的 这幸福的样子 不是姐都想顶着慢慢吃 哎呀 麻辣兔头啊 吃完烤兔肉之后 他感觉整个人都兴奋起来了 沿着河流往下行走 一路走过去 可以看到有人类看法的痕迹了 而远方的房子 刚好印证了贝爷的想法 只要到那里 自己也就是算是完成挑战了 想要到那呢 还需要度过这条河流 经过贝爷的观察以后 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助 这倒下的松鼠帮忙忙 他也不敢站起来走过去 只能用自己的屁股 一步一步挪过去 就就这样 咳咳咳 一栋有点淡然的忧伤啊 顺利渡过了松鼠来到住所 很可惜 这里就荒废了很久了 贝爷只能够失望地离开 寻找其他出路 沿着河流一路行走过去 发现这里有砍伐下来的树木 这也就意味着挑战成功了 好了 今天贝爷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要是喜欢贝爷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关注 不儿子哦 这次贝爷来到了亚马逊 环境啊 可会是相当恶劣 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生物 在这里繁殖 一般人来这里迷路 只能骑到救援队快来 但是对于贝爷来说 到处都是美食啊 这简直就是美的不行 原本呢 他还想跟以前 营养效滴滴飞机 送到目的地 很可惜啊 现在都没人接单啊 没办法了 只能带着适应小哥 用枪落伞到达了 哦 起飞 据说贝爷来之前 还特意找得业要了菜谱 大家最期待他吃什么呢 贝爷最担心的啊 就是降落到沼泽里面了 不断的调整方向 然而 有一种神秘东方力量 指引着他 一下来就浑身湿透 他觉得 还是应该叫人 送到目的地才行啊 多说无意 赶紧行动起来 爱怒啊 还一点二 他得穿越云雾林 来到亚马逊河 这段距离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远 现在放眼望过去 全部都是云雾林 不知道有什么美食 在等着他呢 贝爷一想到 那么烤肉 哦 瞬间感觉整个人 充满了力量 就算这石头的衣服 有点难受 加上这里的气温 很容易就陷入 室温和低温的危险 山下的气温会高一点 要不这下山的路太阳 它早就一路滑下去了 经过了一番努力之后 终于来到了 稍微温和点的地方了 看看这些茂密的植被 贝爷感觉 有食物在呼唤 它的名字 这里的水源非常丰富 随手一扎 就是一堆水 他呢决定你先去到小溪处 看看什么情况呀 下去的路并不怎么好走 到处都是茂密的植被 特别容易原地转圈 最惨的还是摄影小哥 在背后扛着摄影机赶路 丛里里面 有非常多的野蘑菇 大部分都是不能吃的 除非你想 看到小人跳舞 倒是能在这儿饱餐一顿 即使是贝爷在这里行走 也要花费不少的力气 他现在就想回去拿把开针刀 把这些藤饭全砍掉 浪费了不少时间 才碰到了一条狭小沟区 这一下 贝爷终于能够释放自己狂奔起来了 跑着跑着跑的 来到了蝶蝠洞 一只只肥美的食材到处飞 贝爷嘴角都要留下幸福的泪水了 Birds劝你啊 还是快点离开这儿吧 不然被他们摇一口 你就得叫人过来了 听着这些吵人的声音 他现在是完全没有食欲 只想快点离开这里 刚离开洞口又回到了云武林 幸运的是他找到了小溪 只笑沿着小溪一直走下去 肯定就能到达河流处了 跟随着贝爷的步伐向前走 水上就变得越来越大 果然啊 不远处就是一条溪流 他可不想稍微干一点的衣服再弄湿 走了这么久 是时候找点吃的补充能量了 像这种黄花啊 就可以直接食用 甜甜的 非常美味 它有这红花当零食栽好不过 不知道是不是太饿 贝爷感觉 嗯刚吃的还有点鸡肉味呢 附近有不少植物都能够食用的 就是少了点蛋白质 突然 看来贝爷是吃的太饱啊 路都没看清楚 这一衰毛还是有好处的啊 让他看到了一个洞穴 正好今晚可以在那儿休息 要到对面就得度过这条河流啊 想让贝爷失身这是不可能的 宁愿都花点时间 制造工具也不下去 这附近有不少竹子可以利用 他打算做成梯子安全过去 花费了不少时间才将竹子架工成了梯子 根据贝爷的经验判断 这个梯子肯定能成功 这梯子一碰就散架 所以说浪费了这么多精力和时间屠杀呢 看了看天空 留给他搭建住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贝爷决定还是要生活要紧 可是这外边的干草并不多 但是他看到在这附近 有不少兔子活动的痕迹啊 所以呢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就是把人家兔子家的干草全拿走 要是兔子回来看了 肯定会说啊 我可能不是人 但你是真的狗啊 现在只需要用打火石 将这些干草点燃就完事了 然而下起了雨 把所有的干草弄湿了 这打火石再强也监不起火啊 一番挣扎之后 贝爷只能承认生活失败了 那这呢还是贝儿姐啊 第一次看到他生活失败好吗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草塞到衣服里边 希望这样能够熬过今晚吧 多晚的雨啊 基本是没有停过的 贝爷靠着瑟瑟发抖勉强熬过 一大早起来 他就开始赶路逃离这里 多想换套干燥衣服输入一下啊 然而眼前又出现了一条河流 这想不失身还是有点难度的 贝爷现在就像是一只穿了衣服 猴子爬上了树 不得不说啊 这办法还是挺不错的 让他节省了不少时间来到雨林 可以看到 这里到处都是高达的树木 他实在是受不了了 一直穿着湿透的衣服 趁着现在下起来大雨 赶紧到水里好好清爽一番 贝爷现在算是明白了 这德爷为啥要穿马赛克 这也没拘束的感觉 实在太舒服了好吗 肚子早就已经咕咕叫了 又到了贝爷拟食的时间了 这里有非常多的蛋白质补充体力 瞧瞧这大鸟鸡 看到贝爷瑟瑟发抖不敢动啊 就在他以为 以后要在贝爷胃力生活的时候 贝爷离开了 看来啊 这贝爷虽然肚子饿 但是还是能找一些好吃的 像这样肥美的幼虫 才是他的最爱 这蛋白质是牛肉的五倍好吗 一口咬下去 哇哦 贝爷感觉这比老爸们一只汉堡还上头 哎 是啊 叔叔这样说 但嘴啊 还是老老实实又吃了一口 要说是亚马逊雨林有什么鱼 相信大家都会想到时间一样 没错 贝爷这次要制造弓箭扎鱼了 利用周围的材料弄成一把弓 看起来嘛 还是挺有模有样的啊 贝爷在池塘尝试了几发 这效果不好啊 只能得个14.7啊 他不得不换个地方受力 这边的池塘啊 水位较低 理论上应该更容易命中啊 哦哦 这还真是让他装到了啊 这鱼也怪丑的 嗯 不知道吃起来什么味道了啊 贝爷弄来了烤架 打算来一份原味烤鱼 不得不说 这鱼煮熟了还是挺香的 这应该是贝爷来到这里 吃过的最好的一餐了 吃饱之后 他也有新的发现 当地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树 这里面的树叶 对于伤口治愈非常有用啊 他恨不得让水里小哥 帮他把全身涂抹一遍 为了更快找到离开这里的路 贝爷再次投入水中 让河流带着他一路前行 这方法省了不少体力和时间 要不是下方岩石有多点啊 会弄伤自己的宝贝 他肯定重出雨林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弄个浮沫 保护自己 这边最不缺的周深木材 咔咔之下大手弄倒 现在贝爷只需要跟着河流 到达终点就行了 有点可惜的是啊 没有把得业菜谱都吃一遍 嗯旅程就结束了 这次贝爷挑战全球最大的 召唤是峡谷 墨西哥同谷 丰富的野怪资源 写了一大批打野过来挑战 身为世界第一打野的贝爷 当然不能错过了 每次登场啊 这贝爷都花了不少小心机 像这次他就给大家展示什么叫做猛男出击 不要问为什么要滚过去 帅就完事了 现在就生贝爷和新小哥了 四周都是悬崖峭壁 按照计划嘛 他要前往西边的铁路 才算是挑战成功 可是没有看到什么安全的下山道路 早知道是这种情况 他就带降落桑过来了好吗 幸运的是他发现了有狼活动的痕迹 就证明附近肯定有条路能够下山啊 按照狼留下来的线索 贝爷找到了一条较为安全的下山线路 这么高的地方 哎哟哟 贝爷是一点都不虚啊 说干就干直接徒手下山 不过就算他攀爬 经验赛爱丰富 还是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危险哦 只能想到这岩石线还涨了先涨啊 炸的贝爷是呜呜叫 现在的下方并没有合适的着陆点 只能冒险跳到隔壁寻找出路了 有星无险成功到达山下 就是这衣服被岩石割破了 贝爷告诉我们 破了的衣服不要扔 沾上面包卡 呃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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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太神奇了啊 还没说贝爷这手势神巧啊 疯疯补补又能穿一年 看了看太阳 留给他寻找地方过夜的时间不多了 还好啊 这边有不少同学 到时不用着急 先填饱肚子要紧 瞧瞧这蝎子 贝爷用棍子挑逗他 看样子是挺乖的呀 要是蝎子能说话 肯定会说 你有本事别拿刀啊 贝爷也不客气啊 直接手起刀落 贴掉了万恶的根源 接下来就要和蝎子身肉交流一番了 嘎崩碎 这次啊不是肌肉味 是抽炉烙味 特别提神 严逢喜事精神爽 太落山前 贝爷找到了一个不错的神景套房 顶端满是烧烤烟熏的痕迹 他怀疑是德爷之前带过 这要是早点来 不知道能不能和德爷共享大餐了啊 贝爷到附近收集了不少生火的材料 他呢 打算弄成一种简单的生火工具 只需要用力的来灰摩擦 就能够得到燃灰 那去生火 今晚至少不用担心贝爷冷醒啊 可惜就是没肉吃 一大早起来 贝爷也没闲着 弄了个简化罗盘 只需要将铁丝摩擦头发 就能磁化 德爷估计得用胡子了啊 紧接着 只需要把铁丝放在叶子上 就能够得到正确的方向了 这水坑里的水 也不要浪费嘛 顿顿顿的合起来 知道方向之后 可以通过前年留下的古道行走 果然一会儿功夫 就看到了河流处 问题是他没办法攀拔下去啊 到处寻找之后 才发现这里有个小洞 贝爷这小身板也只能勉强钻过去了 所以呢 这声音小哥 是怎么扛着声音机过去的 接下来的山坡非常的陡 贝爷基本上都是滑下去的 最终还是来到了河流处 这里的环境比山顶也好太多了 贝爷都忍不住坐下来抠脚休息一会儿 沿着河流行走 就会碰到瀑布 一点攀爬的机会都没给贝爷 贝不绕这次也只能绕路 选择其他几境 远方的大树让他看到了希望 理论上只要抱着树下去 就能去到底部了 不而且就怕你这摇着摇着 把树弄倒了呀 这高度看着都红 贝爷倒是不活 一步一步慢慢来 他感觉回到了童年爬树的快乐时光 让他没想到的是 底部没有什么出炉的样子 最让人担心的还是怕突然降雨 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躲舱 沿着河流走了一段时间 才看到这有缺口能够到达上方 贝爷上去后发现 这又是一座峡谷啊 跟刚刚的峡谷相比 这里最大的优势就是有鱼吃 瞧瞧瞧瞧 这有鱼在晒太阳啊 这还没有察觉在贝爷深深的恶意 贝爷绕到背后盖了一个小水坝 阻挡他逃生 再从上游慢慢的溜到了鱼的身边 不过是顶其大眼啊 这鱼完全没发现这背后有人啊 贝爷一顿暴打之后 把鱼打梦了 但还没反应过来 就让贝爷扔上岸了 将军好好清理了一番 去头去尾 最后直接开个 这应该是 贝爷看过最豪豪的生命片了 贝爷吃饱之后 在洞穴中发现了一幅壁画 应该就是描绘建设铁路式的样子 这也就意味着 距离铁路越来越近 整个人瞬间兴奋了起来 一般情况下呀 贝爷并不建议大家跳入瀑布中 可是要绕路爬上去 对不起他做不到 安全起见 跳之前利用周围的植物 做成绳子 测量一下这个水有多深 看能不能把握住 经过测量 这个深度 贝爷还是能够掌握住的 以螺旋方式前进 就能够顺利到达岸边 刺激归刺激 可是全身是又湿又冷 实在难受 趁着衣服烘干的时间 贝爷去搭建今晚睡觉的地方 曾经有人教过他 一种舒适的方法 只需要两边放上火 中间挖个小炕 铺上白树枝 不然姐觉得 这还缺成主席和专业团队的配乐呀 这要是火烧的树枝 可就有意思了啊 昨晚一夜无事 看来没办法请在家吃鞋了嘛 想要到达目的地 贝爷还得爬上个山顶才行 看了看这陡峭的山壁 他觉得可以尝试从缝隙上去 这里就像是一个烟筒 完全可以手脚必用 这要是费不少力气啊 就是这上方的洞口啊 跟狗洞一样大 挣扎了一分之后 终于解锁了新的地区 接下来的路程可就轻松多了 赶路之前 还是得看看树丛下有没有蛋白质 经过了贝爷一番摸索之后 还真找到了幼城 虽然看起来有点恶心 但吃起来嘛 嗯 这变得更加恶心了 原本还想继续寻找食物的 没想到这远方有人在看风景啊 这一下贝爷可以回去 好好地吃一顿了 最近啊 感觉这吃什么都不香呀 希望道具组能给点力啊 多弄点自杀羊啊 自杀鹿啊 就可以了 节目组嘛 毕竟也不是什么魔鬼啊 立刻安排贝爷去澳洲 荒野金箔利 这里的食材是非常丰富 简直就是肉食动物的天堂啊 飞机已经到达了目的地的上空 贝爷早就想下去吃点美食了好吗 这小手一放 顺利降落地面上 刚到达战场啊 贝爷是瞬间感觉 自己好像是在火上一样啊 一眼望了去 什么都没有啊 他也不慌 先找个有力的位置 辨别方向 一路走过去 什么吃的都没有 贝爷呢热得直上来 被密血冰成酱鸟纹 下方的石贝 就比他的头顶还要了远 根据导演的安排 他们来到了西北方向 那边的城镇 才算成功呢 这次并没有拆降落伞子绳索 不过贝爷并不是那么汗啊 直接往下方是跳来跳去 在速度方面 贝爷可是拿捏得死死的 唯一的问题就是这天实在太热了 这才刚跑了一小段路 整个人就像是要驱脱了一样啊 看来这贝爷嘛 得好好回去补补身子喽 你看 摄影小哥 这扛着摄像机走起路来 腰不酸腿不疼 估计晚上要偷偷去吃生蚝了 贝爷这越往下行走 感觉气温都变得更加炎热 水壶里的水都让他喝得差不多了 面对这样的环境 贝爷嘛 还是有点羡慕得意的马赛克的 不过贝爷 有优势啊 那就是这个内裤了 最新时尚单品 蓝色条金 或计能够清爽点 而且还特别提神 简直就是熬夜修仙神器 现在问题 就是找不到水盒 幸好自己的尿衣来了 自己自俗岂不美瞻 其实这瓶口尺寸有点小啊 贝爷得忍一下 在适应小哥的注视下 贝爷得到了一大黄奴鱼 就这味道吧 贝爷嘴上说的恶心 但身体还挺诚实的 一会儿这一口 勉强让自己没有那么难受了 不过光凭这一点水 可支撑不了多少哦 在这里赶路 比以往要消耗更多的水分 我只能祈祷前面这片绿色 能够找到水源了 幸好 这里啊 有当地特别的植物 诶 紫干树 赶紧流到水源地下休息 随着天色渐晚 白云变得越来越多 贝爷得抓紧这个时机 继续寻找水源 立刻 诶 突然 天边响起了雷声 估计再过几个小时 就会有长雨了 贝爷立刻改变了计划 先去寻找干燥的生活材料 这边有不少木棉树可以利用 远方的雷声是越来越响 越来越响 声音组带了这么多器材过来 这就是被雷劈到了 哼哼哼 那不是血味乌龟吗 赶紧找了个地方躲藏起来 利用周围的木材 简单搭在了庇护所 不知道何妨造游再度结 这场暴风雨比想象中来得更快 地方还没打好啊 脚下已经出现积水了 于是从岩石上清洁下来 正好方便被野去白漂 这可比刚刚的王老吉好喝多了好吗 还能享受一下淋浴 住所这边大纸矿奖完成了 只需要再铺上点树枝就大功告成 等这个雨水一停啊 被野就可以拿出大火石生火了 这可比那钻木蓄火方面太多了 青天一刮就能够将引火雾点燃 比起步步高点火机还方便 经过了昨晚的休息 被野现在感觉好多了 可就是这咕肚子 咕噜咕噜咕噜一直叫啊 在抗议 昨天都在豪演 还好刚出门发现有颗无花果树 这个时候树上应该有不少古增区 卡卡卡几下跑到了树顶 嗯 虽然果实还没完全熟透 但吃起来酸酸甜甜 最适合陆山当零食了 赶紧多装几个带回去陆山解馋呢 被野这边刚吃完东西又开始浪起来了 还好是你小哥躲得快 不然被野就要在这里来一顿烧烤大餐了 被野一边赶路一边思考 这刀剧组的安排食物去哪了呀 沿途只能吃点小东西塞在牙缝 脆是脆 但一点都不香 再加上在高温下赶路 昨天收集到的雨水都喝得差不多了 他可不想再弄乎王老吉了 来到这附近的最高点 并没有看到特别的地方 只能先往山下行走了 这里的地形复杂多变 被野很快就遇到了麻烦 眼前是陡峭峡谷 下去了路并不好走 隔壁的树木倒是让被野有了大胆的想法 还好树枝能够撑得住 接下来只需要两腿夹住树干滑下去 被野在痛苦的愉悦中打到了下方 还以外发现了水 赶紧沿着流水来到了源头 这也能和山泉有点甜啊 不过被野把洗完头的水又装回去喝的操作 实在是秀的不行 是流而下走 更容易找到河流会结束 被野暂时不用担心喝水的问题 闲着又开始吐槽这里啥吃的都没有 连他最喜欢的蛋白质都没有一只 看来啊得和道具组好好交流一番才行了 被野突然加速奔跑去了 原来是找到河流 啥也不用说 赶紧让全身两块两块 这儿要是有大西瓜抱着吃 那更棒了呀 现在都不用走 让河流带着他飘过去 刚上岸就发现有辣条米露了 人美心善的被野要带他回家 不过这看样子好像中暑啊 赶紧带河流凉快凉快 然而这还一副没有好准的样子 被野实在不是轻开他受苦 当晚就祸葬送走了他 不愧是人美心善的被野呀 有一说一说肉真香啊 被野呢开始相信导演说的美食了 被野一大早就沿着河流赶路 旁观的河流带着他来到了潜新的地方 这里有不少的野果能够品尝 声音小哥偷偷告诉被野 到底坐在前面准备了不少美食呢 被野赶紧往前面走 看看有啥呀 没想到这有一群鳄鱼 一直是跃跃于世的样子 被野感觉被骗了 又完全没有被骗 但凡有只落单的 他都能饱餐一顿 瞧瞧那只落单的鳄鱼 怕是有被野家德也都没有他种啊 要不是他逃得快 被野今天晚上就要弄鳄鱼刺身 可惜这水里到处都是鳄鱼 不太好捕获啊 被野也只能先重新离开了 刚刚离开了鳄鱼群 就看到各种各样的食材 捣住乱跑 很明显 这些都是被野吃不到的美味 真的喝喝水压压惊了 就在他思考 人知道什么陷阱的时候 看到了铁围栏 这也就意味着挑战成功 但是嘛 被野到现在仍然忘不了那王老吉 这次被野来到了犹他州的沙漠 属于啊北美州最危险的沙漠 表面看起来是什么都没有 其实里边有不少蛋白质等它挖掘呢 看着飞行员将它带到了沙漠的上空 还不给降落伞 让自己坐降下去 被野心理苦啊 构思了这么久的跳伞 是吧是 都用不上了 到达地面以后 赶紧赶走直升机 看着就影响食欲 放眼望过去啊 这里比那德野的头还凸 还好这来之前 被野就问过节目组 只要找到这里的主河 就成功 刚好啊 最远段的峡谷 看起来有点绿 找到水源的概率更高啊 话不多说 直接开启跑酷模式 哪怕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 被野是一点都不虚啊 看准着陆点 信阳月 嗯 就是可乐机口沙 有点呛 现在气温非常的高 一不小心 就会陷入中暑脱水的危险 被野呢 早就想好了对策啦 将里边的衣服 弄成迪拜同款头巾 还没说 在气质这方面啊 真能拿捏死死的 不过这太阳 真的是一点面子 都不给 气温变得是越来越高啊 晒得被野这头皮发麻 加快脚步赶路 很快来到了峡谷处 被野仔细观察这里的地形 嗯 也就是巨石能够到达对面了啊 还好 这个巨石稳固啊 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但是得想办法到达谷底啊 兜兜转转 终于找到了一条 能够下去的线路了 也就在被野 这伸手能够快速通过了啊 有个好消息就是 这前方出现了 比被野头顶还绿的植物 这种植物呢 每天都要吸取大量的水分 才能存活 证明这附近肯定有水源存在啊 往深处没走多远 哎 果然发现了一大滩水 被野看到这松鼠 瞬间没有河水的意望了 他只能沿着河流继续前行了 刚刚还经历着太阳的毒打 现在就感觉 要被这水啊 动得怀疑人生了 很快就碰到了障碍 估计啊 是这里的珊瑚 将峡谷堵住了 被野尝试着往岩壁攀爬 不是不是也就迷惑了 那为啥不爬障碍过去呢 讲的道理啊 那应该不会太大才对啊 岩壁尝试失败 他选择从下面游过去 不停地调整的呼吸 呜呜呜呜 而摄影小个 则默默地拿出了氧气瓶 对被野出发 这里啊 比想象中还要长 被野不得不回去 重新调整一番 他觉得 要是能够再多游一段时间 应该就能通过了 要不是这水太冷啊 刚刚应该就过去了 再尝试一次 贝野觉得 这整个人都要虚脱了 回去不搞点韭菜生蚝都不行啊 刚消耗了不少的体力 现在呢 又碰到了一个难题 前面无路可走 要么原路返回 要么攀爬上去 江湖人称背不绕的贝野 当然选择后者呀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嘛 这里比较窄 能够像爬烟通一样逃离 像奔起这种小短腿 咳咳咳 就只能看着羡慕了啊 贝野这个鞋子还是湿的呢 真担心脚底一划滑下去 这一套动作 这操作下来 耗费了他不少体力 虽然成功逃离了峡谷 但是这也没找到饮用水啊 看着头顶的大太阳 实在是受不了了 当着世音小哥的面 脱下了头巾 然后用水打湿 这样能够让自己舒服不少 世音小哥看到这 也只忍不住问了句 这次为啥浪费水呢 贝野也没搭了呀 赶紧寻找水源才是关键 闻着原味头巾 感觉整个人精神不少啊 行走了一段路程之后 他意外地发现 这里有个山洞哎 正好可以进去乘凉休息 不知道里边 会不会有什么意外惊喜的 很可惜啊 并没有什么美食出现 只能老老实实进去休息 等会儿呢 再去寻找水源了 现在这太阳 已经没有刚刚那么凶猛了 贝野又探上了 寻找水源的旅程 水壶里啊 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这他一边行走呢 一边留意蚊子啊 蜜蜂这些虫子的声音 他们最喜欢待在水附近生活 走着走着 哎 就突然听到沟里 出现了嗡嗡嗡的声 贝野早就咳得不行了 立刻跟着声音前去寻找 终于在某个隐蔽的角落 发现了水源 稍微挖持一个小坑 等待一段时间 就能喝上水了 为了能够更好品尝到 农夫山泉 他还特意找了一种 叫磁味的植物 他的茎 刚好能够像吸管一样喝水 拿出小刀 轻轻一个 就能够拿回去使用了 被椰杠回来 就看到 这汇聚了不少水啊 赶紧拿出吸管品尝起来 这水喝起来 像农夫三泉 有点甜呢 现在呀 不仅是肚子和宝宝的 水壶也装满了 感觉是时候 找一点食物品尝一番了 根据他多年 对食物的执着 这里应该 嗯 非常能够找到不少蛋白质 刚来的时候 就看到不少鸟啊 虽然呢 打不到鸟蛋 是可以绕后偷蛋啊 沿途走过去 就发现不少蛋壳 上方应该就是鸟巢了 果然发现领克蛋呢 贝也告诉大家 这是乌鸦蛋 他们特别喜欢 把别人家的蛋弄坏 再把自己家的蛋 让别人孵化 面对这种白嫖怪 当场就得 有够生命的啊 这还有一个就不生吃了 他呢 打算弄个荷包蛋吃吃 现在这温度正好 不许姐感觉 这贝也要是躺下去啊 肯定比这蛋更香啊 贝也已经看到了远方的河流 他感觉自己很快就能逃离这里了 按照现在行走的速度 至少有一天才能到达呀 这边呢 有不少罗凡仙人掌 他们呢 一直都是向南而生 像这么大的仙人掌啊 至少得要上百年了 知道了方向以后 贝也直接冲向河流走了出去 太阳已经没有刚刚那么炙热 再过几个小时 就要冷得不行了 刚好这边有不少灌木丛 能够利用 要是找到辣甜就更好了呀 这边大概有 嗯 十二种口味的辣甜 贝也找了这么久 也就只找到了其中一种 虽然啊 这贝也肚子饿得咕咕叫 但是这辣甜保护品种 只能忍痛放他一条生路了 今晚啊 是没肉吃了啊 但这火还是得生起来 打火时 瞬间就把火生起来了 现在呢 就不担心动物袭击了 安心睡觉 呃 才怪 半夜 贝也就听到了辣甜行动的声音 哪里水壶就是一顿猛敲啊 希望这声音能够把他吓走 贝也整晚都在担心 这辣甜会不会溜进怀里呀 所以苏玛男孩子出门在外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呢 一大早醒来 贝也就来到了茂密的柳树区域 看着这绿油油的 就知道这河流就在不远处 很快就看到了河流 而且还看到对岸的 有人类文明 鲜密高兴太早啊 这河岸边的水坑下面有流沙 一般人看到都要绕路走 贝也就不一样了 直接挑进去 虽然这身体是越陷越深 但是呢 一点都不着急 现在是时候 枕线真正的技术了 看看看看 贝也这小表情 就知道我多累了吧 要我说呀 这最好的办法 当然是当在家里了 一边干饭 一边看班姐的视频 美滋滋 刚经历完了流沙 贝也又来挑战这河流 只要去到对岸 就能够回家好好休息 贝也这小脚啊 快速滑动 很快就到达对岸了 不得不说 这贝也这体力是真的猛 下届铁人三小没贝也 我不看啊 看到房子 终于松口气 去休息一段时间了 看完得意的荒岛挑战 感觉挺有意思啊 立刻让节目组 去安排去无人岛挑战了 波斯也觉得 这贝也就只是 单纯谈得业的上吊羊而已 就是不知道 这道具组懂不懂事了 贝也现在可谓是 相当的兴奋啊 这次直接让贝也 从海里开始冒险 距离岛屿并不远 只要这海量懂点事 就像贝也这样的海王 闭着眼都能够飘到岛上 不过啊 节目组安排的地方 怎么可能让它轻松呢 瞧瞧这海浪 瞧瞧这海浪 贝也这小时马可受不了啊 他呢 只能不断地观察海浪的规律 甚至海浪稍微弱一捏捏 赶紧游上岸 开局就让贝也累得不行 现在还得接一句攀马上去 查看附近的地形 早知道这打死他都要跳伞啊 节目组安排啊 实在太高了 不得不说 这里的环境实在是不错 看到脚下的椰子树 他瞬间有了计划 朝海滩那边冲了过去 很快就碰到了困难 没得绳子贝也 只能冒险尝试 从隔壁的榕树下去了 还好啊 贝也这七零币没有白脸 卡卡几下就来到了下边 没想到这刚进丛林 就发现了大宝贝 竹子 这无论是搭建住所 还是制造武器 都是不粗的选择哦 贝也感觉这次挑战 真是稳啊 瞅瞅这大把的鱼 等着我渣呀 那边呢 还能搭建海景套房休息 首先要做的就是生活调考了 是准备好火光信号吗 这次贝也换各种姿势生活 直接啊 他拿起了木棍 来回摩擦 波尔姐看着都觉得累 不过还是树里的将火点燃了起来 紧接着又到了丛林中 去寻找材料搭建海景套房 这些树皮啊 都能够当成绳子使用 将木材搭成一个小小的棚子 再往上面铺点叶子 呃 这早感觉是在弄烧口筋啊 收集材料的过程 他早就注意到这里的椰子树了 上面的椰子这儿 这是管构啊 爬树的技巧 就在于想象自己在骑马 等等等等 就能上去了 贝爷告诉我们挑椰子 尽量选比较轻的椰子 差点就把生意小哥送走了 贝爷这表示有点遗憾啊 很快 报案就来了呀 他感觉阿鲁巴都没现在这么难受啊 不过嘛 为了喝这个椰子汁 还非常值得的啊 难怪能够从小喝到这儿 贝爷还说啊 这隔壁阿德 仅靠椰子 就能再晃到这样生存好几个月 说到这儿 这仿佛听到 德叶这隔夜的小声 看看这熊熊燃起来的火堆啊 贝爷真后悔 这没弄到肉拿过来烤呢 第二天 贝爷一大早就去准备狩猎了 他打算将竹子加工成鱼杀 最常见的就是这种四头叉 只要磨的呀 这是足够锋利 就连鲨鱼也能抓起来吃 你们的海王回来了 刚潜入水里 就发现了不少鱼哦 感受到了贝爷深思的恶意 纷纷寻找地方躲藏起来 也不是什么都能吃的 想归归这种保护动物 就不要吃了嘛 除非实在是找不到其他吃的啊 果然呀 在贝爷眼中 只要能吃都不要放过 突然一条鲨鱼出现在他眼前 贝爷用鱼插指着 他假的不敢动啊 要不是怕会吸引到其他的鲨鱼 当场就能吃鲨鱼死身了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就是你在我的眼前 我却不能吃你 贝爷当然不会放弃眼前的美食了 他选择一种更有效的方法 就是利用这种植物的根部 在水中晃了几下 就能让鱼乖乖乖浮上水面 虽然啊只得到了八条小鱼 但是足够就能饱餐一顿 肉这么少 嗯嗯就特别适合煮熟 慢慢品强嘛 拿起这巨大的筷子 将石头扔进砂坑 贝爷打算利用这个温度 将包括在叶子里面的鱼弄熟 这画面边儿点熟啊 这不就剪一板浇花鱼嘛 贝爷为了做一个精致的猪猪男 当然少不了对皮肤的狐狸了 椰子肉能够炸出椰子油 涂抹到身上 就能够减少太阳的伤害 可惜这量不多呀 不然呢 可以让石鹰小哥 给他来一套马杀鸡 不知不觉 这鱼已经熟透了 眼珠子蹬得好大了 再看一口就把你吞进去 他感觉这岛上啥都不缺呀 像邀请德爷过来激进 一时无忧的贝爷 感觉到是时候尝试建造 贝爷不真出发了 这里的竹子足够弄成了双体穿 还有预感啊 这次肯定不会沉 贝爷这小刀啊 用来砍竹子 怕是在砍一辈子 还好根据竹子的特性 如果有火 就方便很多啦 贝爷就怕这火烧其他地方啊 很快就得到了不少材料 现在贝爷可以慢慢设计 他的贝必尘了 这艘船啊 基本上都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 他呢打算弄张 贝爷虽然没做过 但是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啊 他感觉这东西肯定非常重要 为了明天能够顺利出发 贝爷特意来到岸边观察 要是这浪还是这么大 这船不散架自己倒散架了 他突然发现海上有个瓶子 这可是好东西啊 想都没想跳起了 差点被这瓶子给海浪冲进去 今晚依旧没有烧烤 只能才迷在编辑船饭的工作中了 第二天一醒来就下起雨 这对贝爷来说实在太棒了嘛 不过只能洗澡还能补充水分 昨天的瓶子啊 刚好就将雨水储存起来了 现在只需要将这船饭 狠狠插入贝部船里边 看来呀 贝爷回去好好补补身子 这出海之前 还不忘了将椰子全部打包起来 这下就不用担心 在海上围水喝了 贝爷将船推进海里边 也完全没问题 就这样坐着小船 慢慢的漂流离岛 出海当然不能忘记擦防晒嘛 这闲着无聊还能到海里游泳 刚刚下去就发现有鲨鱼出现 这下可把贝爷吓一跳啊 这要是再晚点 怕是就要在水中热搏呀 这鲨鱼呢 还在附近徘徊 看来是盯上贝爷了 甚至还发动了攻击 贝爷怎么也没想到啊 不是我就下去游泳泳 怎么把鲨鱼群整过来了呢 难道他们也喜欢吃椰子吗 身为食物链顶端的海王 怎么可能被吓到啊 转身就拿鱼杆钓鱼了 为了让鲨鱼上钩 还摆了他最性感的动作 这鲨鱼没钓啊 反而是吸引到了其他鱼 在贝爷深深地饿一下 他终于放弃了抵抗 直接收起道路将鱼解开 脊椎里面的枝叶缓解口渴 此情此景啊 让贝爷想起来某个海上的猛男 为了补充水分 从此爱上了菊花台这首歌 不得不说啊 贝爷在海上感觉自己这铁板牛排啊 要是再碰不到船 就要烤出肉香了 刚好过来一艘船啊 这贝爷赶紧拿出小刀 利用太阳光反射了过去 还好对面接受了信号 掉头回来 这下贝爷终于能够回去吃上 真正的海鲜奶餐了 贝爷如此狼狈 还得从几个小时之前说起来 他还没睡醒 就被节目组拉到了飞机上 一睁开眼 看见下方的洛基山脉 还没反过来呢 飞机员就让他 你滚滚滚滚滚滚 好吧 贝爷很无奈啊 但是呢 也只能选择了最帅气的姿势 去上班了 没想到 这顾着耍帅 一不小心就杆到树上了 这种高度跳下去 肯定三条腿都会断 正斩了一分以后 贝爷也冷静下来了 取出了副伞 降低一下高度吧 不是解释不同就问 为啥不爬树下去呢 凭什么挺喜欢滑一下呢 反正贝爷之下 他就是挺帅气的 也就扣了0.3分当作纪念吧 每次选择跳伞的好处 就是能够获得一堆的绳子 简直就是野外求生大宝贝啊 对于一般人来说 在这里特别容易迷失方向 而贝爷呢 是自带GPS的男人 他只需要前往北方 找到河流就成功一半了 这节目组啊 果然是把贝爷安排得明明白白 不过这周夜温差大 让贝爷有点难受 赶了一天的路了 是时候准备住所休息了 你说巧不巧 前面的这地方就很适合搭建的啊 将这倒下的树盖 稍微调整一下 基本构价就完成了 再铺上点 甘草啊和苔藓呢 荒野别墅群攻了 这里啊 甚至还能塞个身影小哥一起休息 想到这儿 贝爷发出了GGG的怪笑 在寻找木材大建议住所时 他就发现物块底下 有不少蛋白质 哦哦 一口咬下去 嘎巴脆鸡肉味 贝爷呢 还在河边制作了一把石刀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切割食物了 回到住所就发现 诶 这有送上完的美味辣条啊 拿起石头就砸下去 今晚啊 就能用石刀处理美食了 在野外最常见的生活方式 就是钻木去火 尤其是德雅啊 他可是这方面的高手 只见贝爷双手来回摩擦起来 一块无名火 从下面冒了出来 这一下 就可以去吃烤热烂 不得不说啊 这贝爷盘石刀是这么不错 他该几下就把辣条处理得干干净净 听着这烤肉的声音 啊 本着的嘴角已经止不住泪水了啊 一口咬下去 哥们脆鸡豆味 可能是贝爷吃的太香了 半夜就有客人在附近徘徊 哎呦 我要是摄影小哥肯定哭了 这大半夜还得加班啊 贝爷呢 虽然没有看清什么动物 但是 现在得赶紧逃离这里了 摄影小哥只好默默在背后帮他打光 贝爷整晚都在和空气斗智斗勇 不知道跑了多远 这天都亮了 现在这贝爷是又累又渴 他有点怀念家里的大床了 据他的观察 附近有动物逆食的痕迹 这地下呢 很有可能就有蛋白质补充能量 随便找了找就发现蛋白质了 这可是牛肉的五倍啊 刺刘我一下就把它吸进嘴里 这味道非常注重 贝爷呢 并不满足于这点蛋白质 又到附近寻找了其他的美味 哇 这个天空也太美了吧 不过呢 对于他来说 并不是好消息 这些云啊 意味着要下雨了 他呢 不得不放弃寻找食物 抓紧时间赶路 虽然啊 Burz觉得 这昨晚贝爷是和空气 斗智斗勇 但是贝爷看到这熊男的脚印 更加确定 昨天晚上肯定是他过来了 既然确定是熊男 那就得赶紧加快行动步伐了 哇 这也太批了吧 难闻摄影小哥 还要扛着摄影机跑 就差那么硬一点点 贝爷就要请大家吃席了 就算这里落沙再高 也不可能让他选择绕路走 喝流不仅能够让他找到出路 还能消除气味 避免熊男的追踪 好家伙呀 现在还不忘了跟熊男 斗智斗勇啊 原来贝爷还在寻找地方 搭建住所 没想到这里就现成了露营地 这能白瓢当然不要错过 附近有不少有用的植物 像这个 不仅能够用来生火取暖 底下的根还能当成面条吃 当然啊 这些都只是开胃菜了 贝爷真正想吃的 还是这里的鱼 水坑里面就不少鱼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看起来嘛 还是有点难度哈 但是一次不行那就再来几次 终于扎到了一条 拿起时候就是一顿轻纹啊 瞬间又扎了一条 这条呢刚好可以当刺身 直接上嘴 贝爷将剩下的鱼带回去处理了 诶 这个不就是现实版的叫花鱼吗 趁着鱼还在烹饪 贝爷将剩下的鱼放到书上挂着 这样就不用担心 请大家过来偷吃啦 回来呀刚好鱼弄好了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得到这个鱼的香味了 看着呀都能多吃一几碗大米饭 经过了昨晚的大餐 贝爷感觉这舒服了不少嘛 一大早的就不给大家看吃播了啊 贝爷呢想要传授一些野外的护理小技巧 想要牙膏好就得像他一样 每天坚持刷牙 虽然没有黑牙膏 但是还能把三牙缝的肉弄出来 现在感觉这骨头都能看下来了 贝爷呢还告诫大家 即使是流动的喝水 也要将它煮沸 不要像某人蹲蹲蹲喝起来 你这直接抱得一声那儿得了 他顺便摘来了一些坚果 放入了水中 果然呀无论走到哪里 喝他的DNA都能动起来 贝爷已经在这里待了不少时间了 现在呀有点怀疑 这节目组是不是把自己拥错地方啊 他感叹父亲就自己一个人 想大头吃肉都不行 一番牢骚之后还得继续寻找出路 让贝爷没想到的是 顺着河流走着走着又没路了 他呀不得不冒险 令这条河不仅湍急 而且还特别老 感觉整个人都被冲散了 赶紧照顾地方休息一下 现在的水啊比较浅 贝爷依靠自己的力量走过去 差一点 贝爷就像冲马桶一样 被河流冲走了 也不知道在水里跑了多久 他感觉自己的肾变得更虚弱了 虽然很累 但是可还得要做点运动维持体温啊 一套广播体操之后 贝爷感觉舒服多了 紧接着呢 就是弄点火 将衣服烘干取暖 贝爷在这里已经带了四天了 心态有点小崩 声音小哥告诉他 进度条还结束了 这句话让贝爷垂死病中 惊作气 感觉整个人精神了不少 又跑了一段路 他感觉这自己好像被忽悠了呀 说好的进度条告急呢 这感觉自己还能走十多分钟了 就在贝爷准备去找节目组 申请加工资的时候 看到了远方的公路 他很新闻地告诉声音小哥 哎呀这次你不用担心 被我当成储备肉了 虽然前方是悬崖和河流 但是局限距离最短 三二一中 这下贝爷终于给一下班人回家了 贝爷将自己帅气的脸遮住 还带着火种在山中闲逛 难道是要找所长进一步交流吗 啊哈 原来是血型大头蜂蜜啊 所以呢 这次贝爷又要被蜜蜂折成猪头 是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干商商务情 干饭丁尼的大伯爷 贝爷看到大家很期待瓜姐比基尼 所以啊 特意叫节目组安排这次去夏威夷海滩 顺便呢 还能带着瓜姐体验一下 大自然的美好了 伯爷只能祝福他们了 就在贝爷发出了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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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虽然说是知道方向 但是这位地形实在太起去了 最担心的就是掉进眼睛里的腻嘴 这到处都是裂缝还冒白线 散发着让人难受的二氧化流 贝也只能用衣服掩盖住口鼻了 效果虽然说不大 但是从心理上却让他淡定了很多 这不得不说 这家伙了一路走过来实在太烫了脚 要不是鸡蛋底下有熔岩 贝也会跑得更快 贝也倒是担心 这背后这声音小哥 扛着摄影机掉下去 贝也呢才跑了一小道路 就感觉这废啊 就像火烧了一样 前方的空气倒是清晰了不少 但是危险程度 看到这样的坑 贝也倒是想试试 在这里烤肉 会不会怕吃点呢 贝也就是怕肉还没反应过来 就成烫了呀 想要到安全穿越 这种地方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鞋子接触地面 要是着火了 就这么温度过高 不能走过去 按照这个方法一步一个脚印 基本上小心点就不会碰到什么问题了 就是隔着鞋子都能闻到一丝肉香啊 现在已经走完了烫脚的泄露 接下来就得考虑食物和水的问题了 这样的环境想找到水 这难度太大了吧 地面上很难找到残存的鱼水 加上火山特性 鱼水就会变成酸鱼 很难找到植物生存 有个好消息就是越远离火山口 植物就变得更多了 眼前出现一个雨林 可以到哪里补充资源 刚进入雨林就感觉 啊哈哈 将给人清爽了不少 说是雨林 但是并没有什么河流啊 湖泊啊 想喝到水 只能看好洼地或者洞穴 碰碰运气 虽然啊 这周围都是茂密的植物 连太阳都看不清 这都无法阻挡住 被叶对美食的敏感 就连树上的梨子 也是没能逃过一绝啊 还好附近有树藤 勇敢贝贝 不怕困难 哦吼 终于拿到这个梨子了 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尝尝了 而森林小哥 只能在下面羡慕 他可不想在这儿过夜 他赶紧找到水源 离开这儿啊 不许也觉得 这要是能像上期一样 来被网老吉 估计啊 这喝完能一口气跑到终点了 就在他纠结 是否这样干的时候 发现了谷茸原馆 里面很可能会有积水哦 经过了被爷的观察 这个树啊 刚好是沿着养恩石生长 可以利用溜下去 如果不是这树 有不少苔藓存在 这会也早就到下面找水喝 好 到处看了看都没发现 哎 只能到深处看看情况了 幸好这里有十粒树 它的果实能够当成蜡烛一样使用 被爷拿石头砸出了果实 紧接着用木棍将它们一个一个穿起来 嗯 你确定这不是弄盒烤串来吃吗 这会更加热 闻着这烧焦的味道 它都有点想一口闷尝尝了 不过还是找水要紧啊 有火把的照亮顺利来到了隧道的深处 被爷发现这里有不少的树根 而且有不少雨水顺着树根过滤过来 这些水过滤过后都能引用 砍起来杯尝尝 我以后也可以给它尝尝了 这就是非常清雅 被爷感觉这笔农夫山泉刀田呀 就在他一切顺利时传来了落石的声音 你听到这里吗 听到 这里很有可能脚发声坦塌 想也没想赶紧离开这里 就怎么下来 就这么远路返回 再回到刚刚的丛林 发现这周围都是树丛不利观察方向啊 这最好呢 还是在空地上比较方便 走着走着终于离开了丛林 有 有个问题就是 这太阳被云褶住了 无法辨别防线呢 还好 贝爷的底里知识没有还给老师 通过风向迅速判断出了哪面能到达海岸 果然随好树里画走遍天下都不怕 虽然很想一口气走到海岸边 但是这天快黑了 还是得弄个住所应付一下 刚好这里有倒下的树木 这只要在这里调整一下 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啊 咔咔几下就把这住所搞定 你们觉得能来几分呢 昨晚贝爷让蚊子吵了一个晚上 可谓是相当欲满啊 拿起脚丫吻一吻 啊 吻一吻提神倾恼啊 这下终于清醒过来了 又得抓紧时间赶路了 贝爷是一听啊 这还能听到他个的咕咕叫的事呢 原本啊这想忍忍就算了 没想到有蜜蜂送上门 倒也不是吃蜂蜜 主要是想抢走熊奈的食物 跟着蜜蜂回潮去 果然啊这里有一大块蜂蜜 凤雀们感受到了贝爷这些森森的恶意 哗哗变得非常的暴躁啊 想要吃到蜂蜜还是得用烟啊 用叶子包裹出甘草点燃 最重要的还是保护住自己这张帅气的脸 一切准备 就看贝爷会不会挨折了 嗯烟熏的方法还是挺不错的啊 这蜜蜂直接就安静了不劳少 突然 贝爷拿完蜂蜜撒腿就好 手法这么娴熟 嗯看起来没想干呢 还好没有被蜜蜂遮到 赶紧品尝起来 蜂蜜让他补充到了不少的能量 让他感觉到自己一口气成八楼都不会喘了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离开了丛林以后 迎来的不是比基尼啊 而是火山地形 贝爷瞬间心态有点小疯 这看到一片黑不留球 它怎么办呢 只能继续往前走了呗 这里比刚来的地形更加起去 到处都是尖锐岩石 一望小心 嗯就会把自家的宝贝弄上了 他想到一个妙招啊 就是把袜子当成手套 既能保护双手 还能随时提这一行脑 这简直妙不可言啊 用了神器 果然行动起来更方便了 本姐就好奇 这些摄影小哥 是如何扛着摄影机 跟上贝爷的呢 一番感叹之后 这贝爷看到海鸟 证明距离比基尼越来越靠近了 不得不说啊 跟着鸟走 很快就来到了海岸 刚来到 就发现远处有房子和这部卡车 看来啊 是节目组早就知道 他们回来了 不知道贝爷最后 有没有看到比基尼呢 好了 今天贝爷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娱大贝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